大家好我是迈克来 我们今天去跟大家分享赛斯资料的健康之道 那我们今天呢是第一章的讲的是第三个部分 也就是1984年1月9号这一节 那首先呢是赛斯就是说啊 是1月8号那天没有上课 不过呢有好几件事呢 罗呢想把它记录下来 首先呢罗是做了一个梦 前一晚上的梦 他跟珍呢描述了一下 因为他怕万一赛斯想要评论 或者珍上课可能会用到这个里面的内容 这个彩斯的梦呢主要是 罗呢梦见了他们搬回了这个塞尔市啊 这个宾州的 他们现在住在纽约州的这个埃尔梅拉 在两个地方呢距离也不远啊 他说这个回到他的老家 他的故乡啊 到他现在波特太太的这个南阿尔梅拉路啊 317号的老公寓 就是他们在塞斯资料传递的前面几年啊 七八年的时间 他们一直住在这个老公寓里面 这个阿尔梅拉路317号老公寓啊 这个距离呢 很近啊 就几十英里啊 那个地方呢比较宽敞 嗯 就是他印象中啊 他们原来的老的那个房子并不宽敞 但是他做梦里头并且宽敞 对 并且也带着这个纽约州埃尔梅拉市啊 华西特街458号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他的梦中的房子呢 虽然是在塞尔市 他很很早的以前的老房子 但是呢 他跟后面他住过的两房子的那个啊 宽敞也好 特色也好 都带到那个梦中去啊 罗说我在大房间里呢 走来走去跟真说 看吧 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差呀 地段也不错 在这儿我们可以有发展的啊 这在梦中说的 你看在这儿我们可以有发展的 嗯 我们啊 是想在城里啊 被保护着 他们原来他们就特别想住城里啊 被保护着 这件事情也说明着罗和真 他们俩都没有太大的安全感 否则他不需要被保护着 他们之前一直住在公寓 公寓就是楼上楼下 我们啊 普通的这种楼房啊 叫公寓 为什么呢 因为公寓人多 有邻居啊 他有没有安全感的 一般住公寓 愿意住公寓 那没有安全感的人呢 他住公寓 有个安全感的人 他愿意住那种独栋的别墅啊 尤其是周围有很大土地啊 方圆啊 几百米 甚至一两里地都看不见人的这种啊 大的这种土地的别墅 随到后来呢 他们的从这些小事能看到啊 他们俩后来有了钱之后 不仅是有钱 他们的那个安全感也逐渐的有了以后 他们搬到了山坡上 你看住在山坡上 就周围环境就比较开阔了 也看不到邻居了啊 邻居离得比较远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他们后来的时候啊 所以说他这些画里头都有画的啊 所以说他们的时候还是有恐惧的 有不安全感的啊 而看出窗子 他们喜欢看到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看到比实际的在那儿的更宽敞的院子啊 看到更宽敞更大的院子 我喜欢靠近市中心的这个地段 他喜欢市中心 真也一样 他俩都喜欢市中心 而这个爱尔梅拉到塞尔市只有18英里 18英里就30多公里啊 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 他要记起来啊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回到很早的老房子 但是又带有他后来房子的特色 而且非常的宽敞 比他实际的老房子要宽敞 在梦中的房子要更宽敞一些 其次在5点30分 他到了这个330房间的厕所 当我在那儿的时候啊 我懒散短暂的想到 我们的友人啊 这个叫莱特卡德威尔 而2万美金这个数目突然跳入他的脑海 事实上我已经忘记了上周 我写了一封信给他 并没有再尝试收到任何东西 我告诉真 我不知道2万美金是否代表着 我们将得到所有的这个捐款 就是基金 就是这个女士可能要给他们捐2万美元 但是可能还一直没有兑现啊 不论是否来自于一个人啊 还是都是个更大事情的开始 但我要知道 但我要他知道我的印象 万一将来发生什么的话 他即将吃晚餐 这是他想告诉他 他的这个想法 告诉真 他觉得有2万美元 这件一个事啊 在6点10分的时候 当我开始喂真的时候 我明确的想到斯蒂夫和Tracy 布鲁门索 那念头并非特别的强烈 此地我也注意到 我也我也没想到 我也没再想他们啊 就没有特别强烈 事实上 我还忘了那天是星期日 我他们通常是来访的日子 他们会来看真 我突然知道 他们将打电话到医院 几秒钟之后 我听见走廊里 高跟鞋的脚步声 走过门角 向330走过来 一位我们不认识的夫人敲着门 然后告诉我们说 斯蒂夫在线上 并且当晚想来看真 他这时候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预知 他已经开启了预知的能力了 就是这时候斯蒂夫没有来 但是他觉得 他突然就想到这个人 然后呢 他会突然觉得 这个人应该会给他打电话 几秒钟之后 那个医院的电话 不像现在有手机什么方面 他需要前台来叫你 这时候他前台有个 这个值班人员就过来告诉罗 斯蒂夫在打电话找他 而且要来看真 他预知了 当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呢 我收到了关于内通电话的事情 我猜测 很可能是他的脚步声音的节奏 触发了我对斯蒂夫来电的 有意识的觉察 罗这时候还不相信 自己开启了这种能力 他觉得可能是那个 值班人员在走廊里通知他 过来的这个脚步声 让他从这个脚步声的信息里头 获得了这种信息 斯蒂夫要来打电话找他 你看他并不是完全相信 他自己有这种预知能力 或者信念感应能力的 他就问这个真 他说卡特威尔的经验 是否可以证明了布鲁门索事件 或者其反面 他说是的 既然他们发生的时间如此接近 请注意 前的事情 就是这个 什么布鲁门索 前的事情完全过了保险金的问题 绕过了保险金的问题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保险金的问题 他这里头并没有说太多细节 所以说我们大概不清楚 应该是他的医疗保险有问题 然后可能有一部分钱是需要自费的 而这个时候 罗按照我的理解 他应该建立了一个关于的真的治疗的一个基金 就是建立一个基金会 因为真的应该是没有一个系统的医疗保险 所以说真的治疗费用应该是不低的 那这个时候 他可能 设立了一个基金会 对那种 愿意支持真 支持他们的人 可以捐还给他们 好像这个意思 而这时候 有个人愿意捐给他们两万美元 在当时1983年的时候 1984年初的时候 两万美元是一个大的数字了 他说真的今天过的是不错的 虽然在试图阅读昨天的课时 遇到了一些困难 阅读还是有困难 他也在左肘上包了块纱布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就撞到他 碰伤了 或者在水疗室里 尼尔现在很酸痛 1月9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没有干扰 我理税理了一个小时 其他时间都在搞梦 进化语价值完成 我拿了一家住在纽约北部的读者 送给我们 在瑞士制作的圣诞龄 在瑞士制作的圣诞龄 到了330房间 结果他奏出了非常动听的平安夜 这时候已经是1月份了 1月4号了 1月9号了 宋这个灵的这个妇人 想要真写信给西库拉斯 塞斯团体的创办人 那个时候在美国 已经有一些塞斯的读书会和塞斯团体了 这是一个地名 然后塞斯团体的创办人 在那时候在全国各地 美国主要是欧洲应该也有 有很多塞斯的读书会 这种学习的团体 那现在他们也主要是以学习和练习为主 那位女士呢 因癌症而病危 昨晚我给他俩都写了信 就给他们写了信了 他给那个 这个团团队的创始人和 希望给这个团队创始人 给他寄零的 圣诞零的这两个人都写了信 真吃了顿好的午餐 我告诉他 今天早上我很生气 他很生气 罗很生气 因为生什么气呢 因为罗觉得塞斯资料没有 而且不会在我们的社会里 得到他应得的发言的机会 这是罗生气的点 他觉得塞斯资料这么好 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不被重视 我想所有学习塞斯资料的人 大概都有这种感受体验 虽然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好 但是他的被认可和被重视度 是不够的 我知道如果这资料 是人类内在与生具有的 为什么他如此被忽视呢 这是罗不解的一个地方 那既然这个资料 是我们每个人内在都知道的 而且都有的 我们一看塞斯资料 内心就被触动 就有感应 而这种东西应该每个人都有 那既然每个人都有的 这么一个资料 为什么却不能得到 很大的一种普及呢 然后罗说 我不只是指最近进来的事情 却是指上千年的事情 罗说 我不是说最近塞斯资料 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我是说这几千年来 为什么塞斯资料 也不只是一个人来传递过来 有不同的达师 不同的这个智慧的人 都在传递这个资料 为什么都不被重视呢 我感觉人类仿佛故意 或者是病态的选择去忽视它 故意的 他觉得人类 或许是为了历史上 无可数据的理由 然而 如果它能有助于解决 我们人类的族类的一些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不去利用它呢 真没有显示出多少反应 只是说了句 他们将会利用它 他们指的是人类 将会利用塞斯资料的 这一点是肯定的 也毋庸置疑的 但是呢 罗其实是觉得 重视的不够 利用的不够 为什么 没有在人类社会形成一股 主流的观点 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呢 为什么只有很少数人在学习这个东西呢 这是他的 担心的点 对 然后呢 他担心的地方 真不担心 真说人们会利用他的 所以他不是太着急 如果今天我不在最佳状态 真也不在 他承认 他忧郁 真忧郁 他试着读前面的课 而在中途稍微休息一下之后 真的读完了 但并不轻松 一如平常 当他结束的时候 比他开始的时候要来得好 4.05分 护士测量过他的生命迹象之后 97.4度 真说要上一节课 男护士罗伯量了他的血压 而在他能进行之前 必须停下来 重新调整他到一个更舒服的姿势 今天真的赛斯声音要有力的多 然后赛斯就说了 我再祝你们一个 就是一个所有的午后 祝一个勃勃生机 蓬勃生机 以及一种活力 感到某种程度 永远在场的 这是赛斯的祝贺 他说 祝你们有一个勃勃生机的 而且是一种活力 感到某种永远在场的这种活力 永远在场的活力 就是一直是保持一种生命力旺盛的状态 然后赛斯就打算开始讲了 有些人 但是还没开始讲 就被护士 一个叫戴娜 打断了 因为他要做理发 什么这些东西 对 然后他接着说 有些人 他接着说 不管环境怎么样 永远都觉察他们自己的喜悦 这里头赛斯之间 这句话看似很平常 但是很重要 有的人不会管环境怎样 这是前提 有的人说 我也能察觉我的喜悦 我也经常时时处在喜悦 那你是不是在环境好的时候 是这样 当环境不好 你是不是还能保持这种状态 这是关键 他说 不管环境怎样 永远都要觉察 你们自己的喜悦 他们自己的喜悦 纵使 当他们的人生事件 似乎不顺利的时候 尤其在人生不顺利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安全 并且受到保护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是在你人生 都处在顺境的时候 你才感觉到安全 感觉到喜悦 在你极其不顺利的时候 你仍然能感觉到安全的 被保护的 而且是内在喜悦的 这才是你的功夫之所在 平常那就不用说了 不论他们自己的怀疑和忧虑 这种人觉得自己被支持 并且觉得每件事情 终归会对他们有利的 可是许多其他的人都 失去了这种安全感 他说这些人 他什么情况 不论外界怎么变化 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其他人没有这个 失去了这种安全感 这个是占大多数 只有少数人 他就说有些人是可以做到 刚才塞斯说的这些呢 到4.24分又被打断了 近来说再见 都说了两次 这个就不用讲他们的细节了 就是他们跟护士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和这个护士本身的这个问题 然后他接着说 与富足 就是与富足是接着上面这句话的 对不论怎样 他们都有 那其他人呢 反而失去了这种安全感和富足 富足就是丰盛的意思 这英文这两个词是非常接近的 它是丰盛富足 他说有些人就不行 失去了他天生的安全感和内在的丰盛 而看来仿佛是生活在喜悦中 只是年轻人的一种属性 这一点也很有意思 好像我们觉得只有年轻人会喜悦 年轻人会唱歌 会去跳舞 会去旅游 会去聚会 可以非常快乐的玩啊 庆祝啊 开party啊 等等 但好像过了一个年轻人的阶段 我们就不应该这样了 或者就失去这种能力了 这是不应该的 这不是只有年轻人才有的 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但在上面他说的那种人里头就没有 啊 仿佛啊 仿佛是只有年轻人才会有喜悦这种属性 蓬勃的生机和喜悦 基本上与时间和年龄都毫不相关 对吧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现在学习再次资料的就是我知道的啊 跟我们一起学的有一个74岁的啊 大姐 对 不光自己学还带着全家人的学 儿子 儿媳妇啊 这个 好像家里好多人啊 老公啊 女女婿 他也参加了我们21天的这个啊 丰盛之旅啊 他在这个张帆啊 带的那个小组里面啊 他在学习啊 春节春节的时候 我还给他发了一个语音的一个祝贺 然后还有我们平常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 我们就知道的很多像 这个北京的啊 这个物者啊 物者姐姐啊 已经68了 还有我们的清华大哥啊 69 可能 对 今年可能是70了啊 还没过生日 但是他们俩的状态就完全像是年轻人 完全像是年轻人 对 我们的物者姐姐 那走路从来都不会走的 一直是一路小跑啊 走路带风的 一路小跑 对 那我们的清华大哥 那更更是啊 我们出去蹦迪 我们这些所有的年轻人啊 都蹦不过他啊 人家可以蹦到最后一个走啊 啊 并不用影响第二天的上课啊 我们那时候还在海南再上线下课 对 那时候港号新年过年的时候啊 就是 跨年夜 哎 人家就可以这样玩一天 嗯 啊 玩一玩 白天上课啊 晚上蹦迪 对 就这样 你根本想不到他是一个啊 这个年龄段 那最神奇的是他前一次坐出租车 哎 人家一直以为他50岁啊 就是50岁 就整整将近比他十几年年轻了20岁啊 如果见过清华大哥本人的人啊 都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样的状况 还有我们的爱家啊 这个小姐姐 那简直是啊 越来越年轻啊 整个人就是在逆生长 包括和其他的几乎在我们学习赛事资料的这里头 每个人的啊 我们从外表上啊 从我们肉眼可见的外表上 都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 基本上要么是动灵了 要不是在逆生长啊 在往年轻的方向生长 他拿出以前的照片都比现在显得更啊 年老一些 所以说这里头赛斯也再次肯定了这一点啊 就关于勃勃生机 蓬勃生机和喜悦 基本上与时间和年龄都毫不相关 我们在惠州的线下课讲啊 这个 这个性命双修的时候 讲性命归止和性子命初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 对这个跟道教里面的这个修行是一样的 对在这里面他中国的传统的这个修行方法里头也一直强调我们要修的那个心是一个活泼泼的心 不是像我们平常认为的啊 一种心如之水平静的那种宁静 波澜不惊的心不是的啊 是活泼泼的心 他们在八十岁可以表达的跟八岁的时候一样活泼和美丽 八十岁和八岁可以表现的一样 所以说永远不要再跟年龄上啊 有任何的焦虑和担心 可是就整个一大部分人口来说啊 仿佛喜悦和健康是儿时短暂表达过的稍纵即逝的一种属性 然后就永远失去了 好像只有我们在小的时候才真正快乐过 青少年时期真正开心过 到了成人以后就没有真正的喜悦过 好像这个能力没有了 其实不是的啊 对 然后那天清华大哥还给我讲了一个啊 他的啊 看到一个案例 他说在二战之际美军可能收养了一批孤儿啊 就是可能是世界各地的战场上 或者这种啊 各种这种情况下啊 把他很多的这种没有人抚养的这种孤儿 那他就来承担这种照顾的这种责任啊 但是呢 那是从军队上啊 弄弄过来的这些孤儿 那好像是呢 由这个军队一直来照顾 那这些孤儿呢 从小长大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来照顾他的这些军人也好 护士也好 或者是这个服务人员也好 都是年轻的军人嘛 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出头这样的军人 对 而且军人呢 是一茬一茬的患 但是每患都是年轻人 而这批人呢 这批被收养的孤儿长大以后 在他们的世界里 在他们的认知里 他就没见过老年人 老年人在他世界里不存在的啊 在他的世界里没有这种现象 也看不到这样的人 那结果就是在他们长大以后 他们都比同龄人年轻好多好多 原因很简单 他们不认为衰老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是人类必经之路 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 在走廊里十分争吵 他们在有问题了 可能这个护士拍你走的时候 忘了关他们病房的门 但是这个不影响赛斯啊 不过呢 有无以数据的方法 可以重获生活的喜悦 而就在如此做的时候 身体的健康 可以被那些发现 他们经验中缺乏健康的人 重新获得 简单来说 仅仅啊 又获得了他们生活中的喜悦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 就能够让他们重新获得健康 就这么简单啊 喜悦就能治疗一切啊 在生活品质里啊 极为重要的 而到了一个很大程度 依赖一种健康感和自信感 虽然这些属性是在身体上表达 他们也存在于心智里 而有一些笨重的精神信念 可能会严重阻碍精神和身体的健康啊 会阻碍的 就是说正常来说 你的这个生活 就是这种喜悦感 安全感对你生活品质极其重要的 对 我们一个人想正常的活着 是需要依赖于这种健康感和自信感的 就对自己身体的这种信任和交托 他们啊 这些属性在身体上是能可以得到表达的 就我刚才说的走路带风啊 啊 这个动作呀啊 为什么他觉得这个 这个清华大哥这个年龄像 年轻像50岁啊 这样子 因为他的动作啊 行为举止啊 就就显出来了 对 为什么物质走路带风 哎 就是年轻太心太年轻嘛 这是外在的 但是他是告诉你的意思是 这个东西不仅仅是身体上表现出来的 主要是他们心智上的这种变化是关键啊 但是呢 有相反那些得病的人呢 他们是有一种精神的信念啊 可能是非常笨重的或者是负面的 会阻碍他身体的健康 我们比不会集中在精神方面啊 不过的确我们会讨论他们 因为我们这次讨论的是健康之道 那我们还是按照三维世界正常理解 那我们还是重点关注在身体的健康上 虽然身体的健康在某些角度来说 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但是啊 我们既然这一部分讲健康之道 那我们还是重点来强调身体上的啊 这才是说我们不说精神上的事情啊 不会只集中在精神上 以便每一个人都能了解不好的信念 与不好的健康之间的关系 就是你的不好的信念跟你身体健康 到底有什么直接关系 我们就说肉体的健康 不是说不好的健康对你的精神有什么影响 这个啊都知道不用说 我们现在就是说就是不好的信念 对你的自己的身体细胞 对你这个肉体确实有健康上的影响 因为啊 经由了解这些关联 个人能够重新体验 可能具有了不起的 形形色色的精神变数 啊 你就知道他精神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然后身体会跟着改变 举例来说 面对负面的信念 没有一个人是无助的 他可以学会再一次的做选择 因而选择正面的信念 以至于他们变得啊 和负面信念一度产生同样的自然 他的意思是说 这种负面信念会导致你健康出问题 但是要改变这些负面信念 他也是非常容易的 就像这些负面信念 怎么来到你的生活中 来到你的生命中的那么自然 那你的正面的信念 想要植入也是一样的自然 一样的轻松 他这一块的意思 再说透一点 就是你都不知道这些负面信念 怎么就跑到你的身体 你的脑海 你的思想中来 然后对你的身体造成了健康上的影响 那同样的 你都不知不觉 他就能进来 那同样的 你的正念 或者正面的信念 也能这么轻松的 就进入你的思想 进入你的人生 对于精神和身体健康的一个最大的损害 就是什么 就是相信任何不利的情况 都必然变得更糟糕 而非更好的 不幸的这种信念 他说真正的 对健康的最大的损害是什么 是相信任何的不利情况 都必然会变得更糟 而不是变得更好 这种不幸的这种信念 是对你的伤害最大的 换句话说 不利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会遇到 会遇到 但是不利的情况 并不意味着你变得会更糟 并不是说 现在处在一个不利的情况下 你的未来就一定更糟 这中间没有任何必然上的联系 你说这中间有因果 没有因果 没有必然的联系 你可以一瞬间就可以变好 但是对你影响最大的 伤害最大的 恰恰是你认为 你用逻辑的头脑去思维 现在不好的这些状况 这些状态 情况 他一定一定会什么 他会变得 让你的身体好健康 然后会变得更糟糕 而不是变得更好 换句话说 你是不是相信你的生命 健康 包括你未来的生活事业 家庭关系 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差 如果不论发生什么 你都坚定的认为 未来是越来越好的 不论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都相信是越来越好的 那你的健康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暂时的困难和暂时的这种不利的情况 它都会过去 真正影响你的和损害你的是 这些不利的情况发生在你身上之后 你就对未来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期 而你对未来的不好的预期 带给你才是真正的伤害 好 现在我们明白 而不是说让我们的生命中不出现这些不利的情况 不是这样子 不是说我要祈求上天 我生活中没有这种不利的情况出现 永远是一帆风顺 风调雨顺 事事如意 心想事成 不是这样子 不是说这些不会发生 不是它不会发生的问题 是发生那些你认为还对你不利的情况 甚至这些你只是你的认为 我们暂且就以你的认为来说 你这些东西发生了 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以后的结果就不好 它可能正好是为了更好的结果才发生的 所以说这些不幸的情况是你当下的认知 它不是事实 但是你对未来预期的这种不好 却导致真正的伤害 对你的身体和未来的发展都是一样的 那个主观的主张 那个关键主张 就是这种负面的关键主张 任何疾病都会更糟 任何战事都会导致毁灭 任何所有都已知的危险都会被碰上 就持这种信念的都会这么想 就是疾病只会 如果你不治疗 只会越来越恶化 一定要去医院 一定要去治疗 一定要去解决 等等任何事情最终都会导致毁灭 将来宇宙也是会毁灭的 这个生老病死 成住坏空 最后都会归于毁灭 如果你坚信 这是你的世界观 请小心 坚信事物最终都会毁灭的 它的底层的信念 是一种负面的信念 你不要说这是科学 谁告诉你科学 科学能有这个能力 科学什么时候有预知能力了 你说不对啊 科学通过科学的预测 科学的科学家说的 科学家对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搞不明白 对未知的事情怎么能搞明白 科学家对宇宙怎么来的 这些摆在每个科学家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 他都研究不明白 他对未来的事情就能研究明白 一个对过去发生的眼前的事情都搞不懂的人 他会 你会相信他能搞得懂 未来宇宙会怎么样的方式毁灭 那纯属 鬼扯 纯属鬼扯 千万不要听他们说的 这种观点都是负面的 一定要记住 从根上去除它 以及基本上人类存在的最终结果就是灭种 所有的科学家 所有的理论最终告诉我们都是这样子 虽然我们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期望 但是在更远的未来 我们最终期待我们的永远是不好的 我们看看最近的这些所有的科幻影片 所有的东西都是指向未来的这些不确定性 人类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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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末世时代 人类没有以后怎么办 包括太阳会爆炸 会把地球吞没 什么小行星会撞击到地球 然后等等等等 环境会变差 地球变暖 海平面上升 城市被淹没 总之 我们看到我们对未来的预测 没有一个光明的正面的未来 你仔细看到 包括我们的很多科幻小说 不论三体也好 其他也好 还有什么都 总是把外在的世界描绘得非常的可怕和恐惧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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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内心的恐惧投射到星际宇宙当中去 认为宇宙当中也是这样子的 这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 用人类的小小的这种心智去度整个宇宙大意识的这种宏伟和博大 他是无法理解的 所以说这块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点 这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的 你或多或少都是认可和接受的 不论将来怎么样 会想到人类将来总统是灭亡的 这个观点不改 你就会生病 这个信念你不根除 你不替换 你不改变 你就会得病 你就会衰老 这是你的一个底层信念 所以说你想要年轻 你想要青春永驻 把这些底层信念都得翻转过来 所有那些信念都阻碍了精神和身体的健康 腐蚀了个人的喜悦和自然的安全感 而强迫那个人感觉像个外在事件 不幸受害者一样 那些事件是不顾他自己的意志和意图的 而这么发生的 那种人都认为外在事件不可控 不确定 自己也控制不了 比如说太阳爆发 地球毁灭 这我控制不了 不是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是不是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这句话是大错特错 这是最错的一句话 任何事情都是以你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大家明白了吗 对 所以说你看我们 他这么会儿是不是已经挖出了我们很多的核心的底层的信念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信念 对吧 事情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那我想问你 那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是以什么为决定的 你说这是个客观世界啊 总会发生各种 意外啊 偶然啊 突发啊 不确定啊 无常啊 没有啊 这个世界是个主观的世界 完全是以你个人意志为核心的 以你的个人意志决定着的 评论 我刚才提到的想法啊 塞斯在这一处里经常用评论的方式说出一些核心的概念 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以前那样 讲很长的课了 所以说他这一节的时间很有限啊 一般就几十分钟啊 一个小时都不到的时间里头 那这个时候里头塞斯经常要把一些核心的观点 以一种叫做评论的方式啊 概括总结出来 塞斯说我刚才提到的想法啊 在你们的社会里全都是很显著的 他们不时的会回来啊 会爱你们不喜欢的期望 你们的喜悦和希望啊 就塞斯说我们的这个啊 就我说的这些负面的这些东西在你们社会里非常明显的 就这种负面的想法啊 什么不如是事情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啊 人类终交毁灭啊 宇宙终经灭亡啊 什么乘住坏充这四大劫一定不可逃脱啊 事物永远最终是最终走向毁灭啊 就这种观点啊 是深深的植入每个人的心里呢 而他们会回来啊 会爱就让你的希望和喜悦变得暗淡无光 你好不容易生起的会爱和这个喜悦啊 被他这么一盆水浇下来 你高兴什么 早晚会死 对不对 你高兴什么 人类终将毁灭 你高兴什么 宇宙终将毁灭 这种观点一出 那你真的没啥可高兴的 对不对 因为最终的结果都是一场空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场空 那你所有的现在的奋斗都没有了意义 你现在的所有的争取的生活 生活的喜悦和乐趣都没有了意义 今天鲁伯田到一个够小啊 非常小的啊 却是啊 非常有利的那些概念的重演 当他们发生的时候 将其辨认出来是非常重要的 而就目前来说 光是那个辨认就可以使往往能够澄清你的思路和头脑 什么意思 他说 举鲁伯啊 就是每个人的脑海中有一些小小的这些负面的信念 当他发生的时候 你不要放他走啊 你要看到他这个信念背后是有什么核心的恐惧 底层的恐惧在里头 如果你仅仅能看到他啊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非常大的作用 你说 我是不是要改掉他 改掉他是一定的 但是光看到他的本身啊 就让这件事情完成了一大半 很多的负面信念 当你自己看到他的时候啊 他就已经失去了他的根基 他就已经失去了他的合理性和牢固性 因为你看到他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他既不是事实啊 也没有实际存在的意义 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你灰飞湮灭的啊 消灭了一大半 你昨晚也有你自己的经验 就他说他的梦 你对朋友 然后对他电话预知的 你对朋友来电话的预知啊 以及对于那个前的非正统的知识 那两件事情的发生 是由于你们的确想要有对心智能力的 另一个小小的保证 不管常常包围着你们的 对心智的公认的观念是怎样的 赛斯说 你的预知能力 就是预知朋友回来电话 其实是肯定你有这个超越了 大伙认知范围之外的能力 是对你个肯定 而那个两万美金啊 从天而降的两万美金 确实弥补了你们在医疗保险上的这个损失 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细节 但是我能知道啊 他们肯定在医疗这个治疗上有很大的损失 虽然后面谈的还不错 但是前面啊 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人 你可以想象他的结果是怎样的 而这个时候恰恰得到了别人的捐赠啊 就是慷慨的捐赠 直接就给了他两万美金 用于真的治疗这样的一个基金的方式 赛斯说这两件小事啊 一个凭空而降的钱 就是不合理啊 完全没有任何合理性就来了一笔钱 和完全不符合常理的预知能力 其实是告诉你们 即便你们住在这种非常困难的环境里 就外在被围困的这种环境和传统的 都是那种普通的认知的观点 在认知上 哎 你仍然能够超越它 你仍然有这种神奇的事情发生 仍然能让你看到希望和曙光 因为这些神奇的事情啊 能让你知道这个世界 不是像你想的 按照逻辑和常理出牌的 它总有神奇在里面 其实我们的生活世界处处都是神奇 但是一般人看不到 那这时候他会有一些小的事情 让你能看到啊 就是给你生起希望的 这是真对他们的解读啊 这种经验再次的让你尝到 对自己更大的能力啊 和自由的感觉 预知能力和凭空而降的钱 告诉鲁博再次的提醒他自己 他有自由去正常的移动和走路 他说你一定要告诉鲁博 你有绝对的自由可以正常的走路 你不要被外在的环境和你现在身体的状况限制住 这些不利的局面都不是你可以对未来有一个非常不好预期的一个理由 没有这个关系啊 我们前两天在这个正月初五的这个农历的时候做了一个有小猫同学带着大家做了一个金钱的一个冥想啊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西安的这个代言同学啊就直接想化出了就眼睁睁的啊 他拿了一些现金放在胸口做冥想啊 做一个财富冥想 然后他从那个信封里抽出来的时候就几百块钱啊 放在胸中备 明显以后他把钱要放回去的时候啊 一摸再次摸这个信封的时候 里面是鼓鼓囊囊的 有一打整整的一万人民币的现金啊 没有拆封的啊 就有有那个中间有个条封着的 那样在这里头 而他刚刚在冥想之前 那个冥想一共就半个小时啊 在冥想之前他刚从那个信封里拿出了几百块钱 而那个信封的钱都已经被他拿出来了 是个空信封 然后当他再去摸到有一万块钱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震惊了 完全不相信这一些会真实的发生 他怀疑他搞错信封了 他不相信这些真的会发生 然后他就把家里的钱都数了一遍 因为他大概家里有三万多的现金 这是他知道的 就是他一直知道家里有三万多的现金 因为现在人家里基本上不怎么放现金 但是他可能放了一些应急用的钱 所以说呢 他对这个三万块钱是有一个概念的 只是他现在觉得呢 可能是这是 他觉得这个钱呢 可能是另外那些钱里的一部分 然后他就数总数 一个是在数的过程当中 他觉得这个钱怎么数也数不完的那种感觉出来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发现家里现在变成四万多块钱了 而这个呢 是由他的所有的语音文字和他的记录都在那里 对不相信的时候可以去群里 如果你在这个群里头能看到 在21天心灵美容术的这个群里头 可以看到他正月初五的分享 所以说这个事情本身 就像这个赛斯和罗一样 而珍和罗一样 别人突然捐给他两万块钱 这么一件事情 两万美金 然后 赛斯就告诉 罗说你告诉珍 他的完全有可以自由行动和自由走路的能力的 就像这个钱可以平衡出现 你有预知能力一样 这些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变成可能 然后罗说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然后他说你可以问 他说你是说至少到某种程度 他仍然觉得他没有自由去走动和走路 最近我自己有好几次是这样想的 罗说 这个问题很关键 罗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 珍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走路了吗 所以他的身体才这样吗 然后罗说 我怎么有这种感觉呢 我怎么也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怎么觉得珍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赛斯说 不能简单的这么简单说 赛斯说 我说的是 到种种不同的程度 那些观念有时人会回来 应该很轻 很明显的是什么 发生的越来越少了 也提醒他要记得 他并没有任何特定的疾病 赛斯说 并不是说 珍一直持有这种强烈的概念 什么概念 就是我不能走了 我移动不了了 我不能走路了 他说他不是 但是呢 他还会经常回来 虽然回来的频繁度比以前要小了很多 但是他时常还会回来的 对 他说你要告诉珍 他没有任何的疾病 这句话非常的关键 就是你没有 就是虽然医生说 他的病毒已经很严重了 整个 泪风湿 严重到几乎不能走路 甚至躺着睡觉都很吃力的地步了 赛斯仍然说 请你告诉他 他没有疾病 只是他有这样的一些底层的信念 如果人标示出众多身体健康的层次 而非信由 给予负面观念名字 以及标示显示的这种尊荣 社会会好得多 他这段话的意思 就说 如果我们不说 不给这个疾病起名字 说这个叫高血压 那个叫心脏病 这个叫泪风湿 那个叫红白狼疮 如果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 给他们起了这些所谓的名字 然后显示出他们的尊荣 他这是说反话 讽刺话 这是一个讽刺人类的话 就是我们好给一个病 发现了一个病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属于一个 科学上的一个功劳 甚至还有时候给他发奖 甚至有时候还要给他医学的诺贝尔奖 所以这个人发现了某种人类不知道的疾病 赛斯说 这多么的可笑 他这个尊荣 这两个字 在这里是这个意思 多么可笑 你好像发明了一种病 或发现一种病 很开心 他说你不如应该把这个叫做健康分成不同的层次 这些都是健康 只是健康分成不同种 比如说有A6健康 有C3健康 有B12健康 假设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种 不同层次的健康 他们本质上都是健康的 只是健康有不同层次 而不是给他定义一种疾病 说你病了 你身体已经不好了 身体坏了 他这样 对你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就这些潜移默化的东西 我们平常都忽略的东西 他其实深深的影响着你 举例再说 你说没事 让我去医院检查个身体 这正常的吗 我去医院看看病有什么不对的呢 对不对 这正常的呀 对吧 这个状态 就这种简单的信念 他根深蒂固的东西 哪怕你对他这个病的名称 医生说你得了什么病 然后你说我能战胜这个病 你觉得你很厉害 你很伟大 其实你已经被他骗了 你已经掉到的坑里了 为什么说呢 你说你要战胜这个病的前提是 你先承认你有这个病 而你相信和你承认你有这个病 这件事情 这个信念和观点的本身 就已经让你进入他们 这些传统的医学 或者西方医学 或者现代医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去了 你先首先你承认了我对病的划分 对种类和名称的这种认可 你也承认我的检查结果 你也认可 我确实是 的诊断证明你有病 这件事情是事实 只是你说我现在治疗我的病 我要治愈我的病 而赛斯直接从根本上下说 你这样的一种思想去进入人家的模式里头 你怎么能好得了 其实就是你从底层上先承认 他们是对的 他们是有道理的 确实有病 然后我要用我学习的灵性的知识 来对抗和治疗这个疾病 你觉得你很聪明 其实你已经上当了 你已经进入别人的陷阱了 你根本就没有病 这才是事实 你只是健康有不同的层次而已 每个人的健康都不一样 能理解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好 能好理解 比如说 跑马拉松 那运动健将 大概在两个多小时 冠军在两个小时零几分钟 一般人在两个小时 是根本跑不完的 42点什么多少公里 42公里 0多少 100多少米 你在两个小时里头 能跑42公里吗 你跑不了 但运动员能跑 对不对 那我想问你 你需要跑多久 有的人可能跑三个小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业余选手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十个小时 甚至有的根本就跑不下来 那我想问你 如果跑不下来的人 都是有病吗 三个小时以外 跑完的人都是有病吗 如果按照运动员的角度 如果运动员认为 自己是健康的 那在他的眼里 你们所有跑马拉松 超过三个小时的 都是身体上有问题 都是不健康的 你健康人就应该 两个段时间跑完 如果按照运动员 按照马拉松运动员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这样 是的 但我们都知道 这个结果很可笑 所有跑不了马拉松的人 都是不健康的吗 那肯定是错的 我举这个可笑的例子 想告诉你 那所有的医生说你有病 你就真有病吗 你说当然 因为他是医生 对吧 那我们赋予了医生 这么一个权利 这么一个权威 他来鉴定你是健康的 还是有病的 你给了他这个权利 那当然他要使用这个权利了 那要不他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可是你一旦给了对方这个权利 那你的健康就不由你做主了 得医生体检说你健康 你才健康 医生体检说你不健康 你就不健康了 所以健康这个事 自从你把这个权利交出去 你就没有了 你的健康是别人说了算 是检查结果说了算 是医生的诊断说了算 而你自己健康不健康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你自己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 你心里是一点数都没有吗 为什么一定要听别人的呢 所以说这里头他想告诉你的事 我们不应该管这个叫病 那个叫病 这个分类 那个分类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要掉入他们的陷阱里面去 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们健康的不同层级 我们都是健康的 只是不同层级 就像我们所有人 不仅三个小时跑不下来马拉松的 甚至跑不下来马拉松 甚至不能跑马拉松的人 我们都认为 我们现在人也认为他是健康的 这才是一个合理的 正确的 公正的 客观的态度 不能跑马拉松的人不健康吗 非常可笑的观点 那你觉得这个观点可笑 那现在另一个观点 你觉得就合理 医生诊断你有病 说你不健康 你就真的不健康了吗 健康这个事 是你说了算 还是医生说了算 你先回答这个问题 是你能让自己的康复 是你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还是医生对你的健康负责 还是医生来帮你康复 如果这个问题 你能从深处去理解它 你就能真正明白塞斯在讲什么 这是非常关键的意见 他说现在 我们也许 他说我也许回来 也许不会回来 这是他的口头语 我们很快将结束第一章了 将个人资料 由书的口述分开的 他说我给你们说的个人的事情 分开 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罗说 是的 没有问题 对 到了4点48分 他说 我叹了一口气 说 我很高兴上了这么一节课 因为这节课对罗的帮助是巨大的 他说 哦 我开玩笑的说 上面是真说的 罗开玩笑说 至少今天你做了有些有用的事情 上课了 他吸了一根烟 晚餐盘来了 当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 我讲他翻转到左侧 我说 我感觉他仍不觉得有全然的自由去走路 就是罗觉得 真在自己的认知里头 他有一种观点 认为自己不能全部的全然的去走路 没有这个能力了 有些东西 一些信念 或是一套信念 仍把它往下拉 拉住了他 让他不觉得自己有绝对的能力和自由去走路了 不让他前进 我已经觉察到自己这份感受有好一阵子了 这是罗的真实的感受 他天天陪着真 在他的认知里头 在他的感受里头 你也不论是心电感受 还是夫妻双方的交流的这种细节 他的感觉就是真有一种力量 让他不能行动 不能自由 这种力量还非常大 这个是罗的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他有时候想提出来 我不想要太过于夸张的提出 真你就是因为自己不想走 你自己有一种信念 会有一种力量让你自己不能走 对 所以说这个话他想了很久 他都没有直接跟真提出来 那今天借着赛斯的话 赛斯说出来了 他正好借机 他非常开心 能把这个事情谈开到这个地步 他正好有机会可以让真了解到这一点 他当然希望真能好转 所以说他才希望赛斯的话能影响到真 真说不管他是什么 真带着一丝绝望说 我必须克服他 你看他这里面描绘的细节 真是绝望的说 记住细节 他说不管他是什么 就是这种负面的信念 那一整套信念 拉住真 不能让他真正的全然的自由 那这些东西 真说不管他是什么 他带着绝望的说 我都会克服他 我必须克服他 而这里头 你看到这里面的细节 我必须克服他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说我有能力克服他 而且他很容易克服 一转念他就克服了 他把他当成一个很难的事情 而且告诉他 我克服他不是因为他需要改变 是我不得不去克服他 就是我必须去 在英文里说 you have to 不得不 我不得不去克服他 因为什么我生病了 我身体动不了了 就是从这些小的细节里头 你能看到点在哪里吗 首先他不是真正的主动的想去克服他 他是不得不去克服他 因为影响他的身体的机能 甚至影响到他的生命健康了 而这种被动的 被迫的 被身体的健康 逼迫着的去克服他 和改变自己的信念 是被动的 甚至是说效果不好的 不是你真正的觉得 这个东西需要改变了 而是因为你生病了 你不得不去改变 这些小的细节 你都要注意 不是说我不得不 我只要改变他了就行 不是的 你改变他的那个发心 要比你改变他的这个行动更重要 你是为什么要去改变他 是为了健康吗 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吗 还是说不改已经不行了 身体已经不能行动了 而你改变他的这种发心 决定他的结果 而不是你改变他的这种 所谓的语言啊 口头啊 行说我要改变他 我现在改变他 我现在改变我的信念 我要健康 我要相信自己 我能获得全部的自由 这些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说从这些细节 能知道真的想法 而且他前面是带着绝望的说 什么叫绝望 就是觉得根本 根本克服不了他了 一个思想 一个念头 一个信念 又不是一个什么客观实际存在 是你的主观头脑 是你的主观头脑 等等东西 你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呢 你的主观的信念 你的主观的认知 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这些都是可以随时调整 随时改变的呀 怎么到了你这儿 到了真正 就变成了 这么难改的一个东西呢 还我带着绝望 说我必须要克服他 带着这种悲壮 带着这种东西 他觉得 是一种决心 觉得是怎么样 但是其实我们 通过刚才的分析 你知道 他说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 他不可能根本好转 就从这个时候 在1月的时候 1月9号 这一节的时候 他已经透露 他心底的真实的想法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讲这本书 其实赛斯在里面讲的内容 可能只有一半都不到 大部分都是 他们生活的琐碎的事情 但是我们就通过分析真 为什么病情 时好时坏 为什么最终没有好转 我们要看这中间的细节 就在他们之间的 这些记录当中去 我再次强调一遍 很多人看赛斯资料 不想看这些细节 只想要听赛斯说什么 他觉得那才真正有用 就是很多人在听我 在讲课的人 不想听别人说什么 也不想听我跟别人的互动 也不想听跟别人的交流 只想听我讲这些干货 核心的东西 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在我跟别人交流 或者别人单纯的这种分享 这中间都充满了很多 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就像罗 记录下来这些 真的生活的琐碎的细节 其实对你的帮助更多的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层面上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我讲了什么 而是我讲了什么 别人怎么在他们的生活中 把它活出来的 而你要想 哦 他能活出来 我怎么能够把赛斯讲的 或者麦克讲的东西 在我的生活里 在我的生命中 把它活出来 你单单听我讲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我讲的那些足够多了 哪怕你把我讲的 任何一节课中间的 任何一个观点 你能够在你的生命中 去把它落实下来 去把它活出来 你都已经会发生 生活中的巨变和巨大的改变了 而你一条也不去落实到生活中 一条也不去改变自己 你只是想听更多 再想听更多 就像是听说熟人讲故事一样 你说的再多 你都不去动一下 对你来说 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说你就看这些细节 我们为什么讲细节 就是在这 真就是这样子 他不去改变 而且他觉得改变起来很难 说必须要克服 所以说将来 等你们有一天 去帮别人做疗愈的时候 或当帮别人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去听他那种冠冕堂皇的口头的那种类似于表态式的那种说法都没有用 你要观察他的细节 他的这些语言神态包括给你的那种感觉 他的细节里面 如果你能有更强的能力 能通过信念感应 通过这种意识的阅读等等 那是另外一个层面 如果普通的人来说 我们只是从表面上来分析的话 你也能看到这些细节上的 他的底层的信念是什么 当真开始吃晚餐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心头已经有一阵子的另一个问题 并且想请赛斯来评论 我们的情况 我俩对他都有责任 就是他们现在的面对的困难 情况 是相当极端的一个情况 就是都到了 必须要住院 不能动的地步了 也就是说 似乎我们能 以较不夸张的方式 较少的具体的损害的极端的行为 达到同样的结果 他说我们可以用不这么严重的结果 能让我们也接受教训 为什么给我们这么严重的结果呢 我们为什么必须做得这么过火呢 就是一定到生命危险都受到威胁了 为什么这个教训 我们不需要用这么大的力度吧 牺牲真的整个的行动力 甚至最终牺牲了真的生命 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训呢 没有必要吧 他说损害性太大了 我一直对此感到好奇 罗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改变信念 小小教训一下就够了 没有必要让我们改变信念 还这个动刀动枪 要死要活的吧 他说我承认 一个人总是可以说 只借着不做的那么过火 无法达到同样的结果 他说很多人说 那不做到这样 你达不到这种教育你的效果呀 但是我告诉真 如果一个人顺着那条线去推理 到其逻辑性的这个结论 结果是会死人的 那个状态是任何形式的行为的最终的极端 他说的话总是很绕 但是简单来说 如果你跟一个人说 如果不给你这么深刻的教训 你是不足以从中间学到教训的 就是我给你的这教训一定够深 够重 够严重 罗说如果站着这个逻辑去推理的话 那最终一定要严重到人会死才可以 就一定会死人的 不死这个教训不足以让你重视的 这个罗的观点 结果他一语成称 最终结果就是以真的死亡 来给了我们所有阅读赛斯资料的人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跟所有赛斯资料的学习者 包括对罗本身 包括对真本身 他们两个当事人来说 都是无法承受的教训 用生命作为代价 对所以说在这一段 这一节里头 我们开玩笑的说 或者我们从马后炮的角度来说 罗的预知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他能预知到那个朋友会打电话 那个叫Steve的朋友会打电话 此时的他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预知 其实他已经预知了 真会走向死亡这条路的 就刚才他说的这段话 包括在前面 这个如此巨大的教训 其实正常来说 生个病也不是多大的教训 对吧 住上一年半年的医院 也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 但是这个时候 罗的心中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 第一个预感 他觉得真是在自己跟自己使劲 真的核心信念没有改变 真自己不想移动 自己不想获得完全的自由 而这个东西影响了他的身体 影响了他的健康 而这个他还没法使劲 他改变不了 他几次想跟真说 真的态度就这样 那我尽量克服吧 我必须克服他 这东西很多人都说 那我真的很难改 那你如果你真的是这么认为 那谁也没有办法 我们在现实中 跟很多人做疗愈的时候 也是一样碰到同样的问题 你跟他说你改变你的信念 他说我真的做不到 真的好 你说的很容易 我做不到 那好吧 那做不到就做不到吧 那我们只能如此 那怎么能说呢 那我们能说的更狠吗 你做不到 你可能会失去你的生命吗 当然这个话不能说 因为你带有很强的 这种不好的暗示和结果 对吧 但是事实是什么 就像刚才罗说的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往下去想 给你一个经验教训 你说我改不了 给你一个经验教训 你说我还改不了 那只能这个教训越来越严重了 那严重到最后只能是让你去死 让你失去你的生命 看能不能换回你的一个觉醒 能不能换回你立刻当下的一个改变 如果死亡对你都不能造成改变 那我问你 谁能让你改变 你能主动有一天说我要改变了吗 如果说你改了就能活 你都不改 谁也没有办法 谁也救不了你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事实 当有人跟你讲啊 我知道你说的都有对 都合理 但是我改不了 等等等等 跟你找N堆理由 一堆理由 这都不重要 他说什么都没有实际的意义 你也不用往下听 他那些理由都是在自我合理化 这些东西 他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他只能顺着这条路去走 所以说罗就说了这句话 这就是这样的 他的罗的这个点 就是说不需要这么大的动静吧 不需要用真的身体健康为代价吧 他这时候还不知道真会死啊 给我们教训就可以了 这是他的想法 但是他后面他自己的一种直觉 他否则不会说这种话啊 但是这样的教训真还不敢呀 你可能前面说的那两句话 我分析完的那两句话 他不改呀 他没打算改 你说怎么可能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活下 怎么会不会改 不要说这种话 每个人的信念改变起来 对有的人来说 就是一念之间说改就改 有的人到死都改不了 我们既要尊重他自我的选择 你不能说你怎么改不了啊 那他不愿意改的 没有办法 这是他自身的选择啊 我们啊 尽力而为 做到自己的人之一尽就可以了 你不要指望说啊 因为我的出现 他一定会改变的 他的信念一定会为我影响的 我一定 他是我的亲人 他是我的至亲 我一定会改变他的 不要啊 做到你该做的 他能改就改 我们做到不放弃啊 我们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当他们需要改的时候 我们永远会伸出那双手 那双援手来帮助他们 但是他不改 我们只能在身边陪着他 鼓励他 因为这个动作必须得他自己做 外在谁再做多少 都没有任何的用处 这是一个关键 好了 这段我们把它衍生 就不要再往下衍生了 大概你知道就行了 其实这时候 罗已经开启了他的预知能力了 他已经预感不好了 包括他描绘的真的这段话 他虽然没有加以任何的评价和东西 但是他的文字背后的内容 能感觉出来 他对真其实就一定的失望在里头 一直到我准备离开330的时候 我才发现 没有请塞斯评论我昨天做的梦 涉及到我们回到塞尔 那个波特公寓的那间房子那件事 看来我们将有不少问题等着问 塞斯的 就是你知道是谁就是塞斯 当我走出去开车的时候 天上下着雪 不过不像昨天那么大了 我开车回家的时候要相当的小心 当我在10点以后去写此节内容的时候 珍在护士拉的帮助下 拉是一个人名 打电话回来 你看他下午回去之后 珍每天晚上还要再给他通过电话 对 所以说他们其实感情还是非常深厚 依赖性也非常强的 对 这就是第3部分 也就是1984年1月9号这节课的内容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的收听 祝大家都有神奇和美好的一天 这节内容非常重要 尤其对那种身体有疾病的人来说 你应该反复的听 认真的听 仔细的去找 在这中间 你有没有真跟真一样的问题 你的那些核心的信念是否要改 已经对你造成这么大影响 这么大的损害的 这样的一个当前的局面 能不能换取你对信念的一个改变 如果还不能 那真它最终的结果 其实就是对你的一个警示 如果还不能让你产生为之动容的改变的话 那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你改变了 好了 这部分内容就结束了 那最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